何为妖 何为人 妖者以人为食 多数心狠手辣 善于明获众生 其实更多时候 人类内心的邪念 比痴魅亡两更要恐怖 秦明妖狐之子 自幼拜在师父门下 学习做一名阴阳师 他是整个门派最有天赋的人 可惜一直学不会守护咒 师父常说 比起进攻 对阴阳师来说 更重要的是守护 这一天 师徒二人又在练习术法 突然后方的冰面开裂 意识到有危险 师父立马用移行换意 将秦明转移到安全地带 随即召唤世神 雪天狗 精灵子 狂化师 三名世神兵分三路 雪天狗率先正面出击 狂化师紧随而至 二者试图以结界 封印住冰面里的妖物 精灵子则吐出灵丹 给师父服下 以此来增强起自身的功力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很快冰面彻底碎裂 一条参天大蛇 冲破狂化师和雪天狗的结界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便是霍蛇 这时秦明带领 一众师兄弟赶来支援 霍蛇的双眼寒气逼人 吐出的杏子上 带有锋利的道刺 师父急忙指挥众人 使用守护咒 万千弟子中 只有秦明不会辞着 原以为今日必死无疑 可是他一抬头 发现师父把守护咒 挡在了自己身前 霍蛇几声怒吼 舌上的道刺 瞬间穿透师父的身躯 眼见情况失控 精灵子果断选择自我牺牲 带着爆破珠跳入霍蛇体内 以己之躯将其炸死 灾难结束了吗 没有 精灵子舍命杀死的 只是霍蛇的虚影 其真身不死不灭 自天地初开始 他便存在于世 以世间的执念和贪欲为实 三百年前 四大门派格力将霍蛇的真身 封印在天都城的某人体内 以青龙 朱雀 白虎 玄武 四大神兽镇压 如今霍蛇的虚影出现 代表其真身也即将出世 四大门派需要派出最强法师 前往天都斩蛇 今年这个任务落在了秦明身上 天都城内繁华热闹 夜市中挤满商贩 人们在大街小巷中说笑 悠扬的笛声伴随着细细的微风 清澈的湖水旁是几个娇俏的美人 周围时不时会传来 一阵胭脂水粉的味道 亲人心脾 不过越是美不胜收的地方 越是危机密布 秦明一来就碰到一只妖物 他心爱的女子 生前是宫廷内的秦师 现在爱人已逝 他想偷走琵琶 以解思念之情 结果被武士伯雅发现 眼看此谣即将丧命 秦明赶紧出手相救 也因此跟伯雅闹得很不愉快 事后妖物为报答秦明 甘愿成为他的侍神 不一会儿 四派法师在四天间会合 除秦明和伯雅以外 还有来自南疆的阿龙 以及年长的洪若法师 此次会面他并没有出现 据内庭法师贺守月所说 洪若年岁已高 所以提前睡下了 说起来几人辛苦奔波了一整天 是该好好休息 临睡之前 阿龙在周围撒下几只巡逻蛊虫 以此来保证安全 贺守月听完 表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四天间内 有他设下的保护结界 就这样四人各自回房睡觉 次日公主常评价道 有传言称 此人会妖术 能迷惑女皇 对自己言听计从 她刚来没多久 随从便来报 称洪若法师死了 从伤口来看 应该是妖所为 但是这里的结界并没有被破坏 也就是说 凶手可能是四天间内部的妖 或者有穿行术的法师 为验证猜想 阿龙拿出了寻找妖灵的万物斗 他们纷纷指向秦明 长平正要命人将其拿下 伯雅却站出来为他发声 原来昨天伯雅悄悄在秦明房内 安插了很多灵二 经过一晚上的监听 可以保证 他并没有出过房间 而且秦明之所以会引来万物斗 是因为有人在他身上放了戒生虫 这件事告一段落 长平命众人 速去抓妖灵 唤醒神兽 宏若法师的位置 由贺守月接替 月子迷离 威风亲戚 天都城内 白鬼夜行 几位法师各凭实力 降服众妖 通过收集他们的灵珠 来获得唤醒神兽的力量 晚上秦明来到贺守月房中 得知他其实是师父 安插在天都城 保护女皇的侍神 现在师父已死 贺守月也命不久矣 而封印祸舍的容器 便是女皇的肉身 现在各个法师都在竭尽全力捉妖 只有秦明总是不分昼夜的 跟男女侍神喝酒畅谈 伯雅路过的时候 极为不满地说了句 成何体统 这一天 他再次来到秦明房间 发现这人收集了天都城内 所有的妖物记载 这些情报 都是从那些侍神口中得知的 秦明只需要从这其中 选取几个最极致的妖 即可事半功倍地唤醒青龙 刚好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妖物 有侍神来报 说长平遭到了妖物的入侵 秦明听闻立马带着薄雅赶过去 发现长平后背里有很多虫子 在进行医治前 秦明特意叮嘱薄雅 一会儿不管自己提出什么要求 都不能答应 说完便含着一根针 扎进长平后背 蠕动的虫子 瞬间钻进秦明嘴里 公主这才被治好 事后秦明满头大汗地 让薄雅去倒杯水 考虑到他刚刚说的话 薄雅没有同意 不一会儿 秦明恢复理智 施法逼出体内的虫子 这种虫子名为蝉念 以人体内的预念为实 仅靠这一只腰 秦明便成功唤醒青龙 晚上他和薄雅发现 四天间的结界被打破了 两人急忙赶去长平房间内 查看情况 刚赶过来就发现 贺守月在追杀阿龙 说他要行刺女皇 没得两人反应过来 一只发妖突然出现 瞬间雷住阿龙的脖子 让其窒息而死 临死之前 他给秦明留下一个重要信息 事后 薄雅跑去跟秦明对质 通过阿龙的伤口来看 红弱法师也是被这个发妖杀死的 秦明推断 他是受人控制的 而那个人的根本目的 就是让货蛇降世 原来所谓的公主 其实就是女皇 至于皇宫里的那个人 只不过是被贺守月操控的指人 碰巧阿龙喜欢到处撒蛊虫观察情况 上次他无意见撞见指人的真身 由于好奇便夜叹长平寝宫 这才得知公主就是女皇 至于那发妖则是贺守月的侍神 他的目的就是要放出货蛇 只要四方法师还在 货蛇就会被斩杀 所以贺守月才会让发妖去杀害红弱 现在阿龙把真相告诉了秦明 他却理会错意思 以为长平是刺杀女皇的凶手 秦明认为长平才是想释放货蛇的人 但是伯雅并不相信 他觉得贺守月的嫌疑更大 不过这只是他们的猜测 为验证真相两人只能亲自去调查 秦明拿出一张印有贺守月名字的符咒 只要有符咒在手 就可以命令他做任何事 如果贺守月没有照做 说明他已经背叛师父 就这样伯雅出发去找贺守月对质 秦明则跑去见长平 他拿出师父临终前交给自己的配件 说此件名为方月 曾经斩杀过货蛇 不知为何 长平一听见秦明师父的名字 就情不自禁地眼含泪水 另一边伯雅拿着符咒要求贺守月自断右手 不料发妖突然出现 他先是跑到公主寝宫刺杀长平 接着又准备返回远处 结果被秦明拦下 发妖眼见自己无路可逃 这才献出人形 向秦明讲述自己生前的遭遇 发妖的爱人是宫廷里的画师 后来他移情别恋爱上公主 甚至不惜杀死原配来施爱 这才导致其化身成怨念深重 妖力冲天的发妖 贺守月得知此事后 强行收发妖做侍神 他杀死公主才摆脱掉控制 发妖心愿了却 从此化成一缕长发 这时秦明发现 长发中间有一张画像 上面的人正是长平 他突然间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思路好像是错的 可惜为时已晚 公主即为女皇 他吃过能让人拥有不老之躯的人鱼肉 只要获舍还在女皇体内 他就可以无限复活 等秦明找到伯雅的时候 他已陷入昏迷 女皇跟贺守月则不知所踪 秦明唤醒伯雅 带着他找到那两人 事到如今女皇也不再隐瞒 他吃下人鱼肉 是为了能永久成为 封印祸舍的容器 但是女皇不能暴露自己 有不老之躯的事情 数百年来 他一直在不停地变换身份 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 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女皇的心逐渐开始麻布起来 失去了对世间的执念 直到遇见秦明的师父 才让女皇重燃希望 但是一旦他动情 体内的祸舍 就会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保护女皇 师父只能选择离开 他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世神 贺守月身上 让其前往天都城 陪伴女皇左右 不过凡人肉体的生命 总是短暂的 所以他跟贺守月 便想放出祸舍 让贺守月也获得永生之力 正说着话 女皇体内的祸舍 突然开始出现反应 贺守月立马用 移形幻影 将秦明和伯雅 转移到两个不同的空间 好在这招秦明也会 他把自己转移到安全地带 然后通过灵耳传音 告诉伯雅 打开敷衍 在确定他的位置后 秦明立刻伸手 将伯雅拽出来 遗憾的是 为时已晚 霍舍已经降世 贺守月将其吞入腹中 二者融为一体 他召唤出霍舍的真身 开始吸食天都城内 众生心中的欲念 似神兽感应到危险后 立马开启结界 防止霍舍离开天都 可是贺守月铁了心 要带着他和女皇一起离开 好在女皇的心里 还记挂着天下苍生 他不能让霍舍毁了这天下 本想跟贺守月同归于尽 没想到竟然在半路 被霍舍吞入腹中 秦明健壮 立马召唤出弑神 杀身时 狂化师和雪天狗出来应战 狂化师负责留在原地 守护秦明和伯雅 杀身时 则手拿武器冲到霍舍身上 他一路逆向而行 掀起层层蛇林 速度快到霍舍身上 布满灼热的火光 紧跟着雪天狗召唤出 不计其数的冰锥 刺进他体内 霍舍仰天长笑 利用移行幻影迅速打飞雪天狗 随即操控霍舍 撞破狂化师的屏障 单靠杀身时的力量 根本无法阻止他们 事到如今 伯雅打算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召唤出猪雀神 有神兽在 他们获胜的希望才更大一些 为了给伯雅争取时间 狂化师做出了 跟精灵子同样的举动 但如今站在他面前的 可不是虚影 即便狂化师牺牲掉自己 也无法杀死霍舍 杀身时健壮 拿起宝刀砍向贺守月 没想到 他的身上全是坚硬无比的鳞片 杀身时的那一点三角猫的功夫 在贺守月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没多久便被击落 雪天狗急忙施法召唤冰盾 结果被霍舍轻而易举 撞得稀巴烂 好在伯雅成功召唤出猪雀神 有神兽作证 天都城再次被结界包围 霍舍无法离开天都 贺守月心中恨意滔天 不一会儿猪雀神降世 勤民上前将其受为世神 朱雀神气势满满 后背上长出一对乌紫色的翅膀 朝着贺守月直奔而来 神兽不愧是神兽 轻松躲过霍舍的攻击 站在其身上与贺守月对战 几个回合下来 朱雀神发觉有些吃力 他一个飞跃全身而退 等再次回到霍舍身上时 朱雀神已不是贺守月的对手 勤民在下面看得胆战心惊 他抓住机会 用移形幻影进入霍舍体内找到女皇 勤民知道 他最深的执念就是师父 于是便施法带女皇回到师父临终前的场景 看到心爱之人再次出现在眼前 女皇内心的遗憾终于得以填补 如今爱人已逝 她独自活在世上也没什么意思 女皇想了结这一切 只要霍舍不在体内 她就无法复活 女皇跟着勤民离开霍舍体内 勤民把方月剑甩给朱雀神 源源不断地为其诸书伶俐 朱雀神站在霍舍面前没有丝毫畏惧 他挥起方月剑 灵力化作一股强光打向霍舍 却被贺守月用守护咒拦下 女皇剑壮果断选择自我了结 没有了他霍舍逐渐开始实化 贺守月愤怒之下 让霍舍朝着勤民吐出道次 方月剑也就此插进他体内 危机关头 朱雀神飞冲上前 替勤民格挡下所有攻击 他眼睁睁看着眼前之人 逐渐灰飞烟灭 最后只留下失去意识的薄雅 随着朱雀神的消散 天都城的结界也就此消失 现在霍舍已经化成一堆废石 贺守月从废墟中走来 面露不屑 宛如桀骜不驯的战神 他拔出体内的方月剑刺向薄雅 秦民急忙上前挡住 但是普通的护盾 根本不足以抵挡贺守月的攻势 秦民的身体被刺穿 方月剑像是一条势不可挡的恶龙 事到如今秦民终于明白 守护咒的根本意义在于拥有想守护的人 所谓守护便是接近全力 明白这个道理的秦民 学会了守护咒 成功保护了薄雅 重新整顿好心情后 秦民夺下方月剑斩杀贺守月 即便仅成最后一口气 他也要陪在女皇身边 完成师傅下达的任务 贺守月的一生只有一个思想 守护女皇 伴他左右 这次展示的任务圆满完成 秦民和博雅也各自离去 或许几十年后 霍蛇还会降临人间 届时便是他们再次并肩作战的日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秦雅吉 除去部分剧情的漏洞以外 个人认为秦雅吉还是不错的 影片的画风美到极致 推荐大家去观看原片 最后喜欢的请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